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在扎马尔省上空,再次击落一架正执行敌对行动的美军死神无人机,十天击落三架,2023年11月以来,胡塞武装已先后宣布,击落了十架死神无人机,一是死神无人机,胡塞武装公布了击落这架无人机,及无人机残骸视频,视频显示这架死神无人机挂载了八枚导弹, 这意味着美军这架无人机,当时正在执行战斗任务,或许随时会发射导弹,打击胡塞武装的目标,既然如此,胡塞武装击落美军无人机纯属自卫,没有任何道义和法律问题,死神无人机是美国空军的主要攻击型无人机,每架售价约3000万美元,能够长时间飞行近27小时,飞行高度可超过15公里, 并且拥有广泛的传感器,多摩通信套件,以及部分精确武器,从而可对具有高价值,时效性的目标实施打击,开展协调和侦察的独特能力, 因为卓越的性能,美国军方和中央情报局,一直使用死神无人机执行袭击任务,2020年1月3日凌晨,美军使用死神无人机,在伊拉克机场外的高速公路上,精确袭杀了伊朗盛程旅高级指挥官苏莱曼尼少将, 这次暗杀行动实现了及时摧毁,颠覆了传统作战样式,无人机在发现苏莱曼尼少将以后,没有将情报回传给美军后方指挥中心进行处理, 直接依靠无人机的智能处理系统,进行识别、监视和打击,这导致苏莱曼尼少将在一瞬之间被击毙,这是美军军事技术的高明之处, 要知道美军装备的死神无人机,绝非是活跃在乌克兰战场上,那些一千元人民币的民用无人机能比的, 但是在胡赛武装面前,以遥遥领先的高科技装备作为战斗力来源的美军,似乎变成了任人把玩的小甜甜, 这意味着美军高科技军事装备,在草协军团面前遭遇了重挫,二是赶战方能延胜,面对美军的技术优势, 胡赛武装丝毫不处,2014年胡赛武装占领也门首都萨纳以来, 以多次击落美国通用原子公司的制造的死神无人机, 2023年10月份,巴以冲突爆发后,胡赛武装发起针对红海海上走廊, 敌对船只的袭击行动次数,呈指数级增长,此前9月8日,胡赛武装声称击落一架飞越该国上空的美国制造死神无人机, 随后美国对胡赛控制的领土进行空袭作为回应, 但是美军不承认有无人机在野门上空被击落, 美军如此态度,主要是为了维持美军战斗力强大的假面, 更不愿因为频繁被击落,而影响美国外销武器在全球的市场份额。 胡赛武装的战力,来自于前野门政府以及伊朗的暗中支持。 2014年胡赛武装占领首都萨纳之后,控制了野门政府均留下来的大部分武器库, 包括苏联的萨姆地对空导弹及其配套雷达,足以威胁到无人机这类目标。 胡赛武装战略意识非常高明, 他们意识到拥有的三大军事能力, 足以成为控制鸿海海域的决定性军事力量, 这包括导弹打击能力,海军尤其是无人舰艇能力, 以及苏式装备的防空能力。 胡赛武装拥有强大的阿拉木地对空导弹, 可以在任何时候,任何天气条件下, 攻击所有类型的飞机、直升机、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系统。 胡赛武装将地对空阵地部署在隐蔽的山区和郊区, 通过锁定美军航母的位置, 来预判美国飞机的飞行路线, 进行伏击,来击落来犯之敌。 话说这种战术似乎是东方大国1960年代的独创, 三是美军被打怕了。 2024年4月到5月, 胡赛武装发射导弹, 多次打击美国航母艾森豪威尔号, 最终迫使艾森豪威号撤离中东, 回到美国本土进行检修。 随后胡赛武装威胁成, 若美国罗斯福号航母赶来红海, 将立即使用高超音速导弹, 击沉美国航母, 于是接替艾森豪威尔号作战任务的罗斯福号航母, 一直徘徊在红海海域之外, 根本不敢靠近野门海域。 可想而知胡赛武装对美国航母造成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, 面对总人数高达百万的胡赛武装, 美军目前没有精力也没有实力, 登陆野门打一场地面战争, 因此对于胡赛武装的强势表演, 美国和以色列无可奈何, 只能多次轰炸野门的机场和其他目标, 但是效果非常有限, 四是高超音速导弹剑气功, 那么胡赛武装有没有高超音速导弹? 答案是有的, 胡赛武装曾经官宣已拥有高超音速导弹哈蒂尔2, 这款高超音速导弹就是美国航母最大的威胁, 9月15日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遭受导弹打击, 以色列发射了20枚拦截导弹没能奏效, 导弹打击了附近的一个军事目标, 随后胡赛武装宣称为此次袭击负责, 这意味着以色列将随时面临防不住的导弹袭击, 这就是以色列的噩梦, 武士群起而攻之, 胡赛武装的表现证明, 只要有先进的武器, 再加上敢战的意志, 伊斯兰世界同样可以反抗西方的霸权, 美国自以为无敌的霸权体系, 就这样被胡赛武装一针扎破, 于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霸权, 就像两只骨着肚子的蛤蟆一样, 自爆了, 真逐挡打以色列, 美军没有下场, 俄罗斯打乌克兰, 美军没有下场, 胡赛武装在红海已经开始大杀四方, 大有击沉霍伦, 堵塞苏伊士运河之势, 美军还是没有下场, 更别提我国海警一想清场菲律宾闹事者, 还没开始行动, 美军就躲得远远的, 原来战无不胜, 速通伊拉克的美军, 现在变成了只要我不下场, 我就不会输, 走路就有摔跤的可能, 永远不走路, 永远不摔跤, 美军就是这个心理, 还想靠过去的威宁吓唬别人, 至于不下场, 显然是知道了下场也打不过, 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兵器, 是人, 原来沙特的装备比胡赛武装好多了, 打起来还不是送装备, 胡赛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, 胡赛武装的新闻发言人, 下班了敢做群众的魔的回家, 居民一家亲, 胡赛武装知道打起来是保家卫国, 是为了自己的老乡, 所以胡赛武装敢打, 胡赛武装的成员, 也知道自己出什么事情, 组织不会不管, 组织会维护伤员或者劣势家属的利益, 所以也不怕死, 但是沙特不一样, 沙特的兵知道自己维护的是王爷的利益, 自然是出工不出力, 出工能领工资, 出力真的要死人, 与其用力打胡赛, 不如把装备送给胡赛, 自己跑回去, 装备是王爷的, 命是自己的, 活着才能领工资, 美军更不一样, 沙特军队起码知道自己是为了工资打仗, 知道自己保卫的是具体的哪个王爷, 知道虽然真死了是死了, 但是退役回去, 沙特起码也优待一下退役军人, 美军甚至不知道退役回去要面对的是什么生活, 早在奥巴马当权的时候, 奥巴马就说要减少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, 结果搞了八年, 还是没减少多少, 到2016年奥巴马下台, 还有四万退伍兵在流浪, 2016年美国退伍兵有大约两千万人, 占美国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九, 每年新退伍的士兵约二十万人, 到现在差不多要到两千二百万人, 大约四万在流浪, 有十三万退伍兵没有流浪, 但是统一生活在收容所, 这就是奥巴马解决问题的办法, 建立收容所, 只要不在外面流浪, 就算问题解决, 年轻的退伍军人, 甚至有不少参加过一战, 或者上过阿富汗前线, 刚退役就无家可归, 有家可归的也被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, 美国的宣传搞得很好, 宣传上尊重退伍兵, 宣传美军的英勇事迹, 所到之处都是一枚之词, 目的是忽悠美国人去参军, 让美国人感受到参军了你就是英雄, 你的待遇差不了, 但是美国社会真的把退伍军人当英雄吗? 他们只知道他们心寒了, 心寒了, 于是便也渐渐的打不了仗了。